今天要和大家试的一部机器 有点复杂 有点技术 但使用上相当简单 而且差不多所有数码产品都可以用到 它就是这部机器 Design and Manufactured in Germany Audio with Clocker Master Clock and USB Interface 今天要介绍的是德国专业品牌MUTEG 一个小小的装置 给CES使用 Hello 各位 大家好 我是国仁 欢迎来到feverSound.com 今天要和大家介绍的产品 它有三个功能 第一个功能就是 Reclocker 重新将Clock的信号 regen一次 第二个是Master Clock Master Clock很简单 就是一个Master Clock 就开一下 就派一些计划出来的信号 4.1 去到176.4192kHz 第三个就是USB Interface 就是用来接触电脑界面的 开箱先 开箱就不在这里开了 我们回出去开 是它有个 它有个什么 首先又会送 咦 什么时候 送一支原子笔给你 挺厚的说明书 美式电源插 工业标准Printer USB线 实物 很小的 还有一个东西 B&C 转 RCA 好 咦 我喜欢 多少灯 哇 这么多灯 我只会一会想到 用起来的灯 穿来穿去 挺有感觉 基本上 密麻地摆满所有端子 而且它的功能也挺多 所以端子 是更加密质的 包括什么呢 包括这里 电 IEC 开关键 看看它的电压 90-260V 这个是Universal Voltage 这两个是Input 包括有Work Clock 或者AES SPDIF IN 它是DDC USB IN 接着 就是XL牛头的功能各一 当然就是AES EVU的IN 和OUT 它的USB 可以接着PC 就是安装Driver 如果是Mac OS 就不用安装Driver PCM 支援到24 192 32B 32B DSD 是支援的 如果在PC平台 因为它是ASIO 2.2 所以它可以支援NATIVE DSD256的传送 Mac OS 就没有这个介面 Mac OS 用什么方法传送DSD 就是用DOP DOP 其实PC也有 但最高就是 最普通的DSD64 和DSD128 这里有CD 其实这个CD是什么呢 是一个数码同族的输出 下面就是Tosin 光纤 也是数码光纤输出 接着这里有6个BNC 是什么呢 上面就是AES3的输出 下面就是SPDIF 即是说SPDIF 是有BNC 和RCA BNC 就是标准75 的介面 会看到 这里有4个BNC 1 2 3 4 那什么呢 大家都看到 就是Word Clock Out 因为它也是一个 Clock Generator 所以它也可以输出 不同的Word Clock信号 其实这部东西 是不需要怎样去按键的 所以 基本上设定好之后 就放在它上面都可以 很少按键 不过说真的 我看到这么多的灯 我一定拿出来见人的 自己看也觉得 是一个视觉享受 我不知道 可能有些朋友觉得是光约 哇 缠着我 但是我看到这些灯 斩一下斩一下就很快乐 那么细部 究竟里面有什么材料呢 不如拆出来看看 拆了6粒小螺丝 6粒就是很容易拆的 哦 OK 开了 标准金属壳 果然是 Switching Power Supply 因为Switching Power Supply 高频干扰的噪音是挺厉害的 所以无论如何都好 中间做回一个 金属的屏蔽 就先将干扰价格先 整块板 其实是底板 红色这块 一块过的 唯独是这块 是独立分开出来的 为什么呢 就是USB Interface 的线路板 它是一个 reclocker 和一个workclocker 的生产器 所以钟 都很重要 那钟在哪里呢 这一粒 这一粒 一粒一粒 一粒一粒 一般坊间 就 会有两个钟 就不同 只有一粒一粒 这个机器是Digital Interface 所以不会有解码 ESX-90100 AKM 之类之类都没有 着机器 试声 整个锅皮革 细节 之类的 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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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ESCPU IN-OUT 这个是SPDIF的输出 它是印着CD 这个是设计了传送去解码 现在我接隔了MEDURUS VICE 这就是SPDIF的输入 现在接隔了天龙的2500 USB USB我接隔了阿拉尼的ARIS 大白羊的USB 在外头未不可 从前当我等待 你何以雙眼空上流淋 你看到它这么多灯 9,000 几个灯 有不同颜色的 但其实按键只有两个 只有这个按键和这个 这个也不是一个按键 因为它的开关按键在机后 按键在旁边的开启 按键在不同的区域里面 叫做斩斩下 即是你现在在选择这个区域 按键在这个区域里面 选择选项 这个就是模式 这个模式最重要的 这个模式就是选择 内部就是用自己的机器的时钟 外部就是用外置的时钟 MUTE 最近出了10MHz 的MasterCode Generator 可以配合10MHz 所以这部机器整部机器的时钟 都会用10MHz 的准备 来做处理 令到准确度更加高 以及支撑更加少 这个就是Work Record Record就是基于内部的锅 以及Record 基于外部的信号 去做Record 单一机器 最常用的就是这个 Internal Clock 再加Record 什么叫Record 功能呢? 就是我们的SP-DEF 或者AES CPU 的讯号 即数码讯号 里面 其实都会包括了一个Work Record 的讯号 就会将内部 例如它调查到是44.1 就会不用你的44.1 讯号 它会自己重组一个新的44.1 讯号 然后放入讯号 即是输入和输出 它不会改变你的讯号 都是1644 Clock 的讯号 Jitter 会少了 Jitter 即是数码时机失真 Jitter 少了 自不然就会更好声 这个Reference 非常重要 就是它的输入是什么 有SP-DEF 有AES CPU 有光纤 还有三盏灯 三盏灯 这个就是USB 输入 这些就是那四组Work Record 的讯号 其实这些是不用拯救的 如果你当它是一个洗水录音器 是完全不需要理解 右边这个Clock In 就是告诉你 机器正在接收什么讯号 即是你现在看到这个是44.1 即是现在机器正在收到1644 如果它是DSD 讯号 现在转DSD 讯号 好了 完成了 你便会看到 DOP 和DSD 64 如果是DSD 128 便是128 完成了 DSD 128 有一件特别要讲讲 就是 如果你在DSD模式的情况下 这个Clock Out 就要在DSD的情况下 才可以选择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其实这部机器 内置是有 DSD 转PCM 的功能 即是它的AES CPU 和SP-DEF 是不会出这个DOP 它会将所有DSD 讯号 拿到这个机器内 在机器内进行 这个DSD 转PCM 转换 至于转PCM 什么格式 Deford 它会出24bit 88.2 但如果你的解码 可能是不同其数 或者不同功能 你可以将它要求 这个 例如我要将DSD 转了24 44 只是40.1 或者是上到176.4 你可以在这里教 就是DSD 转PCM 是转了什么格式的PCM 讯号 176 两盏灯 就是中间176 现在看到 这个就是24 176 正在吃DSD 128 的讯号 好 设计方面主要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虽然这部机器看起来 有很多灯 好像很复杂 但其实主要是有三个功能 亦是适合三类人去玩 看看你会不会是其中一种 第一类也是最常见的 就是玩CAS 的朋友 玩CAS 它有一个USB 介面 这个USB 接触 PC 接触 Mac OS 或者接触一些我用的 全流播放机都可以 Olaric Horanda 这些大陆牌子都可以 其实很多牌子都可以 因为大部分这些机器 99%都已经支援USB Audio Card 2.0 随插即用免装Driver 你可能会问 我的解码就有USB 我还要加一块东西吗 那它是没意思的 其实这部机器的USB 介面 声音的音质是非常高的 首先就有 ISO 的干扰 以及RECORD 的信号 然后它就会在 标准的数码介面里输出 老实说 坊间有很多USB 介码 多得不得了 但不是每一只 都是USB 输入得这么漂亮的 大部分都是普普通通的 特别是一些 不是特别熟 因为CAS 的解码厂家 其实他们很多时候 USB 都是找到 现成的厂家买回来 所以他们的AEI CPU 或者ASB Dive 的输入 都会比USB 更好 在这个情况下 其实你用一个 中转器 我们叫USB DDC 这样就能够取得到 一个比较漂亮的音质 这个介面 如果是USB 收取这个 DSD 讯号的话 它是会直接 把它变成PCM 然后再经过这个 标准数码介面的输出 它是不可能 它是不会把这个DOP 讯号 embedge 进去 SPDF 或者AEI CPU 上 即是它要做一次 DSD 转PCM 的转换 刚才我都说过 它是可以自己去制定 究竟PCM 转什么格式 什么模式 而这个转换 很老实 非常之有质素 它已经很清晰地 好过奥拉利的大白羊 内部用软件做的 DSD 转PCM 转换 所以有些解码 可以听说 DSD 转换 比PCM 转换 但如果你的解码 是听PCM 转换 比DSD 转换 这个Miltek 的功能 就可以把所有DSD 的讯号 转为一个高质素的PCM 然后再放入一个 听PCM 转换 比PCM 转换 还有 这个洗水功能 有一个很好的作用 就是 无论你听的信源 是什么 sampling rate 它都懂得自己 detect 即是说 例如你听1644 它就会自己承认 如果你听24192 它会自己转192 听DSD 它就会自己转DSD 是不需要 去按键 改变它的记录 这个用力 实在是方便太多了 所以这部机器没有遥控 因为正常情况之下 很少要弄它 第二类人 就是说 我是不玩CS 我纯属是10D 如果你说 我买一部很贵的 十几万的CD机 当然很漂亮 它的值得很少 但如果你说不是 我的CD机可能都是 一万多元 一万多元的CD机 其实都很漂亮 但是它的数码输出 通常都是会 偷轻了材料 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是一般的CD机 除非它是一个 纯CD transport 如果不是的话 其实它的数码输出 都是普通的 特别是OPPO TRANSFORMER 的值得比较多 就是不用CD机内部的解码 你想用一个你自己的解码 那你就会需要用到 Miltility Record 的机器 经过它再查看 它都是一个16-44 的信号 就会由一个 比较多Jitter 的 Clock 信号 变成一个 低Jitter 的Clock 信号 放在一部解码里 它能够取得更好 就像你换了一部 更漂亮的CD转盘一样 你会听到 音锁提升了 特别适合 例如你用Blu-ray 机 去做CD transport 在这个情况之下 这部机就有 非常大的帮助 第三种就是 专业玩家 全部都是有 录音的 这部机本身也是 一个很标准的 录音的 录音的 所以你可以同时 选择四部机 好 好 好 唱歌 高歌 唱歌 好 唱歌 唱歌 歌唱 唱歌 基本上你一听就会听到它的改善 老实说,它未去到DCS和WISE的级数 但你要考虑到它的价钱 因为价钱只是$10000以下 所以以它来说,就相当之劲抽 提升到什么地方呢? 完全没有改变你部机器 或者你的系统的Tone No Balance 它的背景是静了 声尾的细节会增加 例如你平时听音乐 你大概听到有些细节,有些微动态 但用了它之后 所有的细节和微动态 你会听得清楚很多 就是它的声场 可能有些机器你会觉得 它做得很清楚 但只是2D左右排列 它做不到有一种立体感 ModeTat 便可以令到这个声场 由2D 变成3D 当然它不是很夸张 但它已经有一个很大的步骤 是令到整部系统的声音升级 它就会改善 它不是改善你解码的部分 它就是改善你的Source 令到Source 升级 它为什么不可以很多 其实我有两个想法 因为它的供电是用Switching Power Supply 声音较多 整部机器最值钱的地方 是它的运算和处理 但是钟 其实还可以更好 也正正因为 它是有一个External In 的时钟讯号输入给它 给它一个更加准的时钟讯号 它就会更加靓 希望玩独立解码的人 就不要忽量你们的Source 你们的CD机 蓝光机 或者串流播放机 如果你们不想换那么贵的话 这部机器就是一个明显改善你声音的装置 好了 今天跟大家介绍的Multec MU3 USB 的Record 和USB DDC的一个装置 就介绍到这里为止 其他东西我交给我女儿跟大家说 她今天不在公司 但她也想负责说这部份 我请她跟大家说 那未订阅我们的Channel就快点订阅 订阅旁边有个小铃链 按住它的话 你就可以收到我们的 FREFANCHMU金的所有通知 这部影片就来到这里 下支影片给我们介绍不同的音响产品 好了 拜拜